還有來看這個這是什麼呢 蘋果迷等好久了 這是傳出9月10號 蘋果就要發表他們的新機iPhone 5s 而且還會同步的推出平價的iPhone 5c 據說收價大概是一萬塊錢左右 看得出來為了要跟三星來拼試占率 蘋果的動作好積極喔 新一代iPhone什麼時候出外傳就是 下個月 9月10號 新機正式亮相還會推出平價iPhone搶工市場 要跟三星拼蘋果超級級 The iPhone 5s event will be on September 10th of this year Yes, mark your calendars September 10th is when you can expect the iPhone 5s 外傳新的iPhone就叫做iPhone 5s 跟iPhone 5來比一比 外觀變化不太大 但是內鑲嵌雙LED燈 而且前後鏡頭的位置比較高一點 鏡頭尺寸也比較小 加上蘋果去年收購了全球最大的指紋感應生產供應商 iPhone 5s很有可能會加裝指紋辨識系統 聽到很多人不想買貴桑桑iPhone的新生 蘋果這一次也順應名義要推出平價版的iPhone 5c 外型看起來有點像是iPhone 5跟iPod touch的混合版 圓角設計搭配塑膠機殼 售價大約是350美元 相當於西台幣1萬塊錢 但是它會比較健康 所以當你下載這個 你會比較可能會破壞後鏡頭 或破壞木板 因為工具是比較適合的 當然你也會有幾個顏色 所以如果你對你來說 你會有其他選擇 選擇一個顏色 除了白色或黑色 蘋果這一回能不能翻身搶回 實戰率就要看9月10號即將發表的這兩款新機 蘋果迷賣不買單 中新聞真一真綜合報導